对了,我能坐这里吗? 行,你随便坐 注意了注意了,目标人物出现 那个戴墨镜的,就是我们要恶搞的对象 收到 收到 锤子,还是你有品味 喝个咖啡,还挑这么好的地方 说吧,找我来有什么事 其实也谋什么事 喂,你特喵会不会弹啊 弹的什么垃圾玩意 你真是小母的猪老鼠,管得真宽 我踩你个香蕉皮 关电闸 收到 不好意思,电路维修,稍等一会儿 听我命令,站回原位 好,开灯 喂,你特喵会不会弹啊 弹的什么垃圾玩意 你真是小母的猪老鼠,管得真宽 我踩你个香蕉皮 这一幕怎么似曾相识 不好意思啊哥们,我朋友喝醉了,下街乱弹呢 喝咖啡也能喝醉 狗胆,你有没有倔的,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没有啊,但又好像有点,说不上来怎么回事 小杨,让你平时劳着弄我 看我抓我大哥不把你争走掉 卧槽 卧非刚刚自己穿越了,经历了时光倒流 安娜,赶你上场了 哎呀,这地好滑啊 小姐姐,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你是个好人 真是谢谢你了,不知道我能坐着吗 哦,可以啊,你随意 我今天早上遇到个算命先生 他说我今天可以遇到我的另一半 哈哈哈哈,难道说的是我吗 哎呀 还不一定呢,你们有两个人 这样吧,我能问你两人几个问题吗 好啊 你们什么星座的 我锦妞座的 我双子座的 什么,双子座 怎么了 太好了,算命先生说 我的另一半也是双子座的 那么我啥事了 那你是什么血型的 我AB型的 天哪,这也太巧了吧 你,你真的就是AB型的吗 啊,对对对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这难道就是缘分 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数什么的 我数码的 唉,算命的跟我说 我得找一个鼠龙的 真可惜 货姐啊,我还以为你今天能脱胆呢 可喜了可喜了 美女,就最后一个问题没对上 我对你也挺满意的 要不咱凑合着过吧 不行,这种事怎么能凑合呢 嗨美女,你是在找我吗 我双子座,AB型血,我还鼠龙 你这三个条件我都符合 小哥哥真的吗 真的,走吧 我请你看个电影 然后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探讨一下人生 好啊好啊 你就是我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我都听你的 货姐,看来你运气不好啊 在早生两年 刚刚那个萌尼就是你对了 现在好了 她已经是被人家的媳妇了 不好意思 电路为宿 稍等一会儿 这家店怎么回事 一直停店 这时候旁边又有人弹起了吉他 并且有人上前说弹的难听 然后两个扭倒在一起 狗蛋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这一幕跟十分钟前一模一样 卧槽,我又穿越了 真是见鬼了 这么说来 刚刚那个美女还会再来 砸了狗胆 你怎么以志望闷口看 没什么没什么 哎呀,这地好滑啊 小姐姐,你没事吗 没事没事,你是个好人 真是谢谢你了 不知道我能坐这里吗 可以啊,你随意 我今天早上遇到个算命先生 他说我今天可以遇到我的另一半 如果不出意外 接下来是要我回答你三个问题吧 这样吧 我能问你们两个人三个问题吗 好,小姐姐,你快问 你们什么星座 我紧右座 我双子座 什么,双子座的啊 太好了 算命先生说我的另一半就是双子座的 那么我啥事了 那你是什么穴型的啊 我AB型 天哪,这也太巧了吧 我要找的就是AB型的 那小哥哥,你数什么的 这个美女要的是属龙的 而自己属马的 看来只能说谎了 我属龙的 真的吗 太好了 全对上了 勾胆 我记得你不是属马的吗 啊,你到底属什么的 不能骗我啊 锤子 我属龙的 你记错了 你给人家小姐姐看看你身份证不就薅了 这该怎么办 让小姐姐看到我身份证是属马的 对方就觉得我是骗子 要是再给我一次穿越的机会就好了 不好意思 电路为久 稍等一会儿 我去 我这是又穿越了吗 难道是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这时电来了 旁边又有人弹起了吉他 并且有人上前说谈的难听 然后往后牛打了一气 那啥 锤子 等会儿要是有人问我属什么 记住要说我属龙的 什么呀 你不是属马的吗 哎呀 你别管那么多了 今天我就是属龙的 是不是兄弟就看这一次了 哎呀 这地好滑啊 什么情况 剧本弄错了吗 说好的仙女小姐姐呢 货姐你这不信啊 多好的一个机会摆在你面前 你咋能这么知难呢 快负一下任家呀 你是个好人 真的谢谢你了 对了 我能坐这里吗 行 你随便坐 我今天早上遇到了算命先生 他说我今天可以遇到我的另一半 卧槽 又是一模一样的台词 怕不是女主的戏 被一个死跑龙套的给抢了吧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回答我几个问题 不行 拜停他瞎说 小姐姐 你尽管问 你们什么星座 什么血型 数什么的 小姐姐 你是不是要招爽子座 得比姓些 书龙呢 你怎么知道 难道你这三个条件都满足吗 他 他都满足 磨磨煞事了 小哥哥 真的吗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不不不 我数码的 你认错人了 快快穿越回去 妈妈 我不想玩了 不好意思 电路为宿 稍等一会儿 什么情况 你咋不弹吉他了 还有你 小姐姐 你不是过会儿才出现吗 伙计 给你脑子弯的 你该不会真意为自己弄穿越吧 原来是你们几个搞的鬼 狗丹 是我小弟锤子找我们来的 我们听说你也很喜欢开别人玩笑 不过玩笑归玩笑 还是要多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是是是 我以后会多注意的 不过你们可真行 竟然想这么一出 我差点以为自己真的可以穿越